巡警在德赞嘎桑哈保留地 放火焚烧了从盗猎者那里缴获的 近300件武器和36000多个补像用的夹子 这些盗猎者威胁着位于中非共和国 与喀麦隆和钢果边界附近的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点 公园巡警纳达黛说 盗猎者组织严密 困难的是我们在三国交界处 如果喀麦隆偷猎者从中非境内 猎取受保护的动物 很难合法地追捕他 在1200多平方公里的公园范围内 保护瀕临灭绝的森林象的警察不到60人 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 近三分之二的森林象已经在该国消失了 公园里的森林象只有大约150头 巡警帕斯卡丹比诺说 偷猎者善于捕猎森林象 偷猎者寻找大象聚集的地方来捕捉他们 母象和小象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你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它可能会攻击你 沿着小道往前走 我们才知道它所言不虚 一头母森林象将耳朵展开 对巡逻人员呈浸出威胁的姿态 以保护它的幼崽 它跟幼崽在一起时看到我们 就会攻击我们 我们要躲开 我们可以绕路躲开它们 继续巡逻 公园巡警巡逻一次 需要一个多星期 森林顾问纪姚姆杜博斯克说 由于培训有限并缺乏通讯设备 要对付得到当地比格米偷猎者支持的 非法象牙网络非常困难 比格米人在森林里如鱼得水 因此是最好的猎人 他们可以靠近距离森林象 30米以内的地方 然后开枪 象牙在这里卖每公斤50美元 到喀埃隆一公斤卖到250多美元 到了中国就卖2000美元一公斤 不仅盗猎者威胁到 中非共和国的森林象 反政府武装2014年 在这个公园的冲突中 杀死了26头大象 这里的研究人员说 如果不停止杀害大象 这个地区所有的森林象 将在10年内消失 美国之一摩萨特 中非共和国德赞嘎桑哈报道 我们在这里卖4大象 都在这边卖6大象 因此是最好的 这边卖4大象 然后我还可以用这边卖5大象 像帖5大象 我们在这边卖5大象